編輯攻擊 目前為止 《05大區》我們在實踐驅逐艦 屬於領先的隊長 6412 發射 軒衣環狂裝腿 防空洞彈 反艦抖彈 安全抖彈 綠路攻擊抖彈 早進的關注戰爛中 飛遭遷的行李都是在150160 任何一點都偏差一點 都是我都會導致滿意想像的後果 大家都非常非常推動 他們又哭又老 又跳的 夜間捉舰確實是 這裡面風險最高的 不是所有的具備航母的國家 都具備夜間捉舰的一個能力 近日 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 已發佈航母的航母 發佈消息稱 11月21號到30號 來自澳大利亞 加拿大 德國 日本與美國五國的海上力量 在菲律賓海海域 舉行代號為年度演習2021的 大規模海上軍演 報道稱 此次演習 由日本海上自衛隊主導 屬於年度例行海上軍演 儘管日本海上自衛隊 發揮組織指揮作用 但實際參演力量的重頭戲 依然是美國海軍 據悉 美國海軍出動 第一航母打擊群參演 航母搭載的第二艦載機連隊的 九個飛行中隊也悉數參演 其他各國參演兵力 還包括澳海軍布里斯班號驅逐艦 加拿大海軍溫尼伯號驅逐艦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驅逐艦等 每當航母出動 一般都會有驅逐艦 護衛艦等護衛 還要搭載艦載機 這就是航母戰鬥群 航母戰鬥群可以將攻擊和防禦力量 進行較為完美地整合 形成作戰體系 目前世界上一共有十余個國家擁有航空母艦 我國正式服役的航母有兩艘 分別為遼寧艦和山東艦 距離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交接入列 已經過去了九年多 那麼九年間 航母和艦載機的發展又是什麼樣的呢 最近 一張九年前火遍全網的照片 再次喚起大家的記憶 2012年9月25日 中國首艘航母遼寧艦 迎來了交接入列的莊嚴時刻 近千名航母艦員整齊列隊 共同見證了這個機動人心的歷史性一刻 人民海軍開啟了波蘭壯闊的航母時代 由於遼寧艦是我國的第一艘航母 自它誕生起 所以就收穫了相當多的流量 2012年11月23日 國產艦載機殲-15成功在遼寧艦起降 航母起飛助理的這個航母style隨之走紅 航母艦載機是航母戰鬥力的核心 如果沒有舰載機 一艘航母就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 航空母艦 隨著中國航母事業的發展 舰載機飛行員這個群體 也逐漸向世人揭開了神秘的面紗 飛沙是我國第一代多用途艦載戰鬥機 2012年11月23日 我國自主培養的首批艦載戰鬥機飛行員 戴明蒙駕駛殲-15戰機成功在遼寧艦上 進行起降飛行訓練 舰載機在航母上主要訓練的是 上艦技術能力 也就是舰載機如何登陸航母 這絕非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海上濁艦是整個起降過程中 難度最高的階段 舰載機從進入航線到對準中線 一般情況下是12秒的時間 在全世界範圍內 都被稱為恐怖的12秒 起飛那個時間短 起飛時間短很短 就是大眼它就上去了 但是著進的過程當中 它要全力以赴 聚精會神地操縱自己的飛機 一點不帶走神的 要堅持好幾分鐘了 這非常辛苦 下來的時候你著進的過程 那個飛行員的心裡 都是在150 160 沒有任何一點的偏差一點失誤 都會導致難以想像的後果 可能我現在說的再多 你可能也體悟不到 只有我們飛行員可能 才能體悟到 它因為供我們著見那個區域 太小太小 特別危險 航母上的跑道 不及陸基機場跑道的十分之一 並且一直處於 隨著浪湧搖擺的運動狀態 戰機必須精準落在甲板上的四根阻攔鎖之間 有效濁艦區域僅有36米 超過一毫米就是失敗 現在機著艦就好像在200公里以上的時速 玩穿針引線的精細活 充滿了不可預知的危險 不像陸地上平飄落地 很輕 你坐過民航機它是輕輕地落下來 但是那個地方不是這樣 它是要準確地砸在那個地方 下降率有好幾米 三到五米的下降 如果是我們在著艦的時候 油門如果是稍微大一點點 我們肯定掛不上鎖 油門小了 你飛機靠後一點 很容易就是掉艦尾那種 特別危險 艦載機這個著艦的危險程度 最通俗的講法 大家可能普遍認為就是 擊毀人亡 但是更遠的一句想 因為你著急是在航母上發生了事故 大家都說航母是一艘大船 裡面會有很多的工作人員 上千號的人都在一艘船上 你一架飛機撞上了航母 這個帶來的災難才是最大的一個災難 捉艦時 為了確保飛機 一旦阻攔失敗 也有足夠的動力逃離甲板進行復飛 艦載機並不是提前減速 而是要加速勾住阻攔鎖的一瞬間 將艦載機的時速 從每秒200多公里驟降到0 逛鎖的瞬間 這個人向前的衝擊力非常大 頭一下子就埋下去了 感覺頭就抬不清 從飛機機頭開始抬的時候 把油門收回來 再把身體把它抬起來 在殲15戰鬥機還沒定型的情況下 帶名盟就加入了試飛團隊 參與設計改裝 艦載機第一次模擬定點著陸 第一次重組試驗 幾乎所有的第一次都是由它來完成 作為試飛員 要把戰機的缺陷與能力都飛出來 其中的風險可想而知 試飛員這個事情它確實很危險 但並不是因為危險它就不能做 當時艦載機試飛 在國內是一片空白 經過三年多的試飛 和數千次起路 帶名盟和戰友們 終於迎來了第一次 真正降落到遼寧艦的時刻 2012年11月23日九時許 戴名盟駕駛從陸地某機場 起飛的飛沙戰機 飛臨正在渤海某海域中的 遼寧艦上空 98分 這架編號552的米黃色戰機呼嘯而落 它的尾鉤精確地勾住了第二道阻攔所 滑行幾十米後 穩穩停住 鴻天巨像中一道新的著陸胎痕 刻在了遼寧艦的飛行甲板上 那就像撞到一堵牆上一樣 那牆就像棉花牆 它不是硬的 硬的我就完蛋了 它是用棉花牆 它就砰 撞進去 感覺好像彈了一下一樣 比在陸地上舒服得多了 那一瞬間掌聲響徹遼寧艦 大家都非常非常激動 那可能是我的職業特員吧 我沒激動你咱們那樣 他們又哭又鬧又跳的 那但是還是非常高興 從2012年9月25日 遼寧艦交付入列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艦載戰鬥機就完成阻攔主艦 這種速度超出許多人的想像 背後是無數人的心血和努力 作為航母的主要打擊武器 艦載機必須具備全天候作戰能力 毫不誇張地講 艦載機夜間作業能力屬於海軍最複雜 最頂尖的實用技術 然而駕駛艦載機 白天濁艦亦是萬分凶險 而夜間濁艦相比於白天濁艦 風險更是增加一倍多 飛行員在漆黑的夜空中飛行 很容易產生錯覺 混淆星空和海面 一旦注意力分散 就可能一頭扎進海裡 那麼飛行員又該如何跨越 夜間飛行的第一步呢 2018年的一個夜晚 藍白色炽熱火焰噴出 隨著起飛助力臨空一指 一架殲-15艦載戰鬥機 沿著滑越甲板騰空而起 駕駛艦載戰鬥機 駕駛艦載戰鬥機的 正是時任海軍艦載機某 航空兵團的團長徐英 在航母上進行起飛 還已經不是第一次 夜間非常容易發生錯覺 就是因為你在操縱的時候 量越大 操縱越粗就會發生錯覺 就是越容易誘發錯覺 接下來 徐英耀做的夜間著艦動作 將關係著中國航母事業 能否邁入一個新的紀元 此刻所有人的心都為他糾著 夜間著艦確實是這裡面風險最高的 而且不是所有的具備航母的國家 都具備夜間著艦的一個能力 我覺得夜間我們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拿下來 它的這種難度就好像我們 比方說我開著一輛車 只有這四個輪胎 從兩個鐵軌上走過去 鐵軌兩邊又是萬丈深淵 有任何小的失誤 飛機就掉下去了 艦載戰鬥機是航母編隊 實施遠距離作戰的拳頭力量 夜間飛行只是第一步 穿過夜間著艦這一關 才算是真正打好了 夜間作戰的基礎 準備回收監測飛機 準備回收監測飛機 其實除了著艦技術之外 艦載機的空中加油 與航母的持續戰鬥力息息相關 航母的甲板尺寸 不能滿足大型空中加油機的起降 因此艦載機的空中加油 大多是採用夥伴加油的方式 那麼這又是一項 怎樣高超的技術 風險又有多大呢 2020年7月的一天 在大洋之上茫茫夜色中 人民海軍即將迎來一個歷史性時刻 時速數百公里的兩架 殲15艦載戰鬥機 將在黑夜中精準對接 完成難度係數極高的 夜間空中夥伴加油訓練 所謂夥伴加油機 通常都是用性能相近的艦載機 加裝專門的加油設備 伴隨艦載戰鬥機出航 為他提供空中加油 然而要想在高速運動中 將加油管和受油管精準對正 談何容易 因此空中加油也被稱為 空中穿針引線 黎米級飛行 難度不言而喻 天啊兩看到了嗎 天啊兩看到 天啊兩看到 天啊兩加油 此時暗夜微光 空中加油更是難上加難 驚險萬分 因為飛行員視線不好 很容易發生戰機寡蹭 甚至空中相撞 所以這也是世界各國 公認的頂尖飛行客目 加勾 好多好多 连板 连接 随着两架飞杀战机顺利对接 航母舰载战斗机的战斗半径再次拓展 人民海军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又一次飞跃 不离 2020年11月的一天 随着最后一架歼15舰载战斗机顺利着舰 飞行学员张雨亮打开座舱盖走下战机 顺利取得航母骤歼逐舰资质认证 这标志着人民海军首批生长模式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通过逐渐资质认证 这是海军首批从高中招收的飞行学员中 直接培养出来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意味着我国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 探索出全新的路径 实现从原来改装单一培养模式 到改装和生长般培训双轨并行模式的转变 在航母战斗群中 舰载机是战斗力的核心 导弹驱逐舰则是航母编队中的带刀侍卫 担负防空 反导 反潜 反舰等编队铺航任务 随着我国海军装备建设的发展 我国水面舰艇力量也在不断壮大 近年来我国大量的舰艇新装备快速列装 2020年1月12日 中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驱逐舰 南昌舰正式入列 显号101 目前为止055大区 所以我们在世界驱逐舰上 我们处于这个领先的地步了 领先所谓就是跟大家齐头并进了 我们跟人家没有代差了 所以我们的赶超的步伐是很快的 所以我们的驱逐舰已经达到了 世界先进水平了 那么我国新型战斗舰艇南昌舰 它装配了哪些先进武器 打击能力有多强呢 南昌舰上这些像巧克力快的 就是导弹发射装置 它的威力更加硬核 收到布置6410 发射 它不仅载贷量多 而且硬突广 可以混合装载 防空抖弹 反舰抖弹 反潜抖弹 绿路攻击抖弹 等不同类型的抖弹 采用随直发射方式 全向攻击 快速反应 维护可保障能力 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远海大洋作战 南昌舰不仅要完成防空 反倒 反舰等作战任务 还要有强大的反潜能力 南昌舰把各类探测装备都收纳到了舰艇内部 高度集成化的主围杆上 看不到凌乱的雷达天线 尤其是在前甲板上 也看不到一根锚链 这些化繁围简的设计 就让南昌舰具备了隐身性能 万吨级驱逐舰南昌舰 是目前我国水面战斗舰艇中 吨位最大的驱逐舰 南昌舰的入列标志着海军驱逐舰 实现了由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 事实上 航母战斗力的形成 是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象征 一个国家政治 经济 国防 科技力量的综合体现 从航母style开始 中国航母的每个动作都牵动着国人的心 2017年7月7日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 及三艘鼠舰批拨过展浪 经过东国辽海峡驶向香港 在辽宁舰将要抵达香港时 航母编队上的700余名官兵 在飞行甲板上列队排成 香港你好字样 以海军独有的方式 向香港市民表示问候 我觉得航母来的这个时机非常有意义 真的是20年过去了 香港真的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但中国的航母 咱们自己的航母看进来 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也可能我们从小 也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熏陶 我觉得什么是爱国主义 你就是把祖国发展强大 沉浸在我们面前 我们就是抽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是这样的 2017年7月8日 在香港市民的热切期盼中 辽宁号航空母舰 开始对香港市民开放 而这也是辽宁舰 第一次对公众开放 能上军舰上面来看一看 溜一溜 多高兴啊 多难得啊 是吧 这真的很难得 所以嘛 也很自豪 作为一个香港人嘛 也很幸福 因为这第一次登上自己 咱们中国自己 第一艘航母当然很激动 对 就是虽然之前登过 登过美国航母 但是别的国家的 这种自豪感是没有的 今天是非常自豪的 对 2019年12月17日 由我国自主设计 自主配套 自主建造的首艘国产航母 山东舰 交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自此山东舰和辽宁舰 一起组成了中国海军 双航母时代的核心 由岸基向舰基 由单基到编队 由昼间到夜间 由近海到远海 中国海军航母舰载战斗机 重推航母编队 初步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人民海军 正以前所未有的崭新姿态 向着世界一流海军 阔步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